愛知孤兒超堅強,感動全國 住在廣西紐州的小龍,只有六歲 父母已經因為愛知病相繼去世 她自己亦成為愛知病大菌者 這個絕症孤兒只有一個84歲的母親來探望她 但絕大部分街坊知道她有愛知病 都不敢接近她 幸好有個好心的鄰居知道她不舒服 便會帶她去藥房買藥 她一回家便馬上吃藥 原來小龍一路忍著痛 直到回家才吐出來 不過她很堅強,甚麼都撐得住 晚上就一個人在家,害怕嗎?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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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其他家長反對 所以沒有學校感受她 小龍每天只可以自己種菜煮飯 有甚麼人在家裡做呢? 有些子女孩 有些子女孩 不要不要 這是甚麼時候吃的? 我想吃的 今天就煮的,現在才能吃的 是 你不煮飯吃嗎?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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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龍的悲慘遭遇 被傳媒報道之後 網民都很感動 最近還多著人去探望她 其實當地曾經有對夫婦想收養她 但知道她有愛滋病就打退堂股 希望小龍盡快找到一個家 不用再孤零零 更多 是 是 我們